麻辣教师徐磊又回来了 当年红到不行的电视剧 现在跃上了八荧幕 之前举办了首映会 出演的演员你都纷纷的出席 那就让大家惊喜的是 当年的佟老师从假星会变成了林美秀 这个饰演徐磊的小五哥谢祖武呢 被问到这个佟老师有什么不一样 他回答 这就是佟老师多年之后的样子 让现场真的是笑翻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还有什么趣事 佟老男生谢祖武饰演的电视剧 《麻辣先师》是许多人共同的回忆 这部青春无限的校园生活喜剧 不但曾捧红多位偶像 拥有偶像制造机的称号 如今相隔17年 还要进军电影院翻上大荧幕 日前电影版王牌教师麻辣初级举行首映 这次同样找来大批新生代演员 挑战磊哥的管教极限 棒球队是我们主要的老鼠屎 有种就在跟我说一百次 饶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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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传说中的王牌教师徐磊吗 你想个办法嘛 各位同学 今天要终于赞助我们 缺陷球训 我这边叫千金万苦才帮你争取到的 该知足啦 我打到你了那中间 以你们赛盘的成绩 棒球队今年一定要得冠军 否则解散棒球队 手音会上谢足武不改幽默个性 频频说笑炒热气氛 还和女主角林美秀 号召粉丝球团晒电影跳根 和主持人一来一往的互动 更是逗乐现场粉丝 欢迎大家到这个 王牌教师麻辣初级的粉丝专业当中 晒票根好不好 晒票根我也晒屁股 你要晒什么根 三根 手音会上几乎全员到齐 原班人马中的杜诗梅和郭玉琴也惊喜现身 连正在中国盲拍戏的九孔 也都特地飞回台湾参加 只是九孔一身西装笔挺的装扮 加上脸上的大浓妆 和一旁穿着轻松的卸足 形成强烈对比 被众人狂愧装太浓意外成了焦点 那个镜头可以推近一点吗 九孔今天装画好浓 我知道啊 你们有没有看到他的妆画好浓 他有鼻影 有眼影 然后整个 不说你抵达得好浓意 不是 你真的很不礼貌 人家很难对于记者会 因为在内地 通常记者会都是穿西装 然后非常这样小鞋的感觉 你的妆真的很浓 妆很浓 他的妆比美希伯的妆 男演员的妆比女演员的妆 突然间我们觉得好像来到 杜丽莎辣相馆的感觉 但是重点是因为刚刚在后面等太久 然后大家又包围很像 其实妆已经有半融化了 融化了 另外整部片最被关注的感情戏 除了新生代演员曾乙童 和吴子妃的清纯爱情之外 不当老师之后 变成游民的磊哥谢足武 还有饰演多年后的童老师的林美秀 也透露两人有非常缠绵翡测的感情戏 主持人当场要谢足武公主抱林美秀 但实在有难度 只好出动九孔神救援 两人一边抱还一边嘴巴不饶人的抱怨手酸 又引起现场一片爆笑 谢谢孔哥 给孔哥人工呼吸一下 电影版王牌教师的女主角林美秀 出席活动虽然神采奕奕 但被问起日前半夜 将私人脸书大头罩改为全黑 疑似心情欲足 引起大批粉丝留言关心 她也对此做出了回应 首映会结束后 众演员也和移民署邀请到的新住民们 一同进电影院观赏电影 再次感受麻辣教师蕾哥的不老魅力